各位商车王以及小七车观点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我来到台中 这里是台中国际展览馆 我们今天来参加第四届的商用车博览会 说到商车博览会 它如同台北车展一样 这个车展是商业车界的最重要的双年会 第一届从2018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届了 大家都知道随着电子商务近年来的发展 运输业者在采用货车做配送 甚至宅配这方面的需求量是大增的 而且在疫情时代 也加速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所以对于商用车的需求 可以说是直线的上升 我们现在掌握到的数字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2022年的时候 全台湾的商车销售总共 43,769台 相比2020年的38,237台来说的话 还有2021年的41,253台来说的话 有着快速的成长 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2年也就是去年 大货车的销售也首度达到了14,287台 作为专业的商用车媒体 我的责任就是带大家去掌握 第一手的商业车的讯息 当然听说这一次 商业车不然会有一个重量级的车款 就是现代汽车要发表 全新国产的武顿级的重要的车种 现在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 到底这一台武顿车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 走 我现在看到这一台就是现代汽车车 全新推出的国产武顿大霸王QT500 现在武顿的市场真是蓬勃发展 武顿商用车的市场 自从2020年法规修改之后 造成了大家都升顿了 从原来的3.5顿升到5顿 因为武顿现在小车驾照就能开了 也充分改善了以往3.5顿 大家超载的现象 武顿车推出之后 大家终于可以安心载 那武顿车的快速成长呢 从2020年的3295台 成长到2021年 直线上升哦 上升到了12645台 升顿后一般小车驾照 就能开的武顿车哦 武顿车呢随即变成了 应用范围最广的一款产品哦 它以可观的摘货容量 同时又保有小车的灵活性 能够进入市区街道 那目前台湾的武顿车 主要有几个品牌可以选择 像是Isulu的NLR 像是Kino的300系列 像是Fuso的Kender Kender啦等等 现在再加入了Kender的 也就是现代的QT500大霸王之后呢 相信市场会更加的激烈 那最后呢QT500大霸王的动力呢 它采用同级车最小的排气量 2800cc的柴油引擎 那这个采用引擎省油省税 最重要的是省税 和同级的4000cc的引擎相比呢 每年哦 可以省差不多4000块的 排气量燃料税 如果10年就差4万哦 当然它的引擎也相当有力 马力除了和同级车一样 都是150匹之外 但是它的最大扭力 可以来到40.8公斤里 相较于大部分的车款 其实都是更有利的哦 更重要的是 它除了传统的六速手牌之外 还有六速自手牌的车款哦 所以方便性可以说更棒哦 对于公司行号要应征司机 年轻人不会开手牌的问题 也可以迎刃而解哦 除了新车资讯之外 我们向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呢 现在QT500大霸王 已经开始接单了 同时呢 当时也提供了前500台车组哦 找鸟优惠 找鸟优惠三大项 第一大项呢 就是要赠送16寸的全车 6颗轮胎的旅圈 那另外在驾驶座上面呢 也会变成是检震座椅 跟大车一模一样哦 开起来更加的舒适 同时最重要的是 还会有4年12万的 6大系统原厂保固哦 这三项的赠品呢总价值超过8万块 所以找鸟优惠可以说是相当优惠的哦 那有兴趣的头家当然你可以直接驾驯全台湾的 用给商用车的展示中心 直接去驾驯 至于这一台车开起来怎么样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在拿到车之后 为大家进行试驾报导 也敬请大家锁定哦 QT500呢座舱最大的特点就是超宽的座舱 你看哦 我坐在这里手摸不到门边耶 所以这是正三人座 空间非常宽敞舒适 而且呢非常的高挑哦 那零碎的这个住空间呢也非常的多 可以放很多细水的东西哦 那同时座椅也非常舒适 因为车厢宽敞 所以呢椅背可以调整的幅度非常的大 无论你是要休息或者是驾驶的时候 调整到你适合的位置 空间都比一般的同行车来的更灵活哦 QT500大霸王最大的卖点在于 它是以超越5吨的集聚所打造的 所以它有重车各项的优点和规格在里头 其中大家最爱的就是 再一趟等于人家再两趟 因为它的货台宽度宽达2190mm 这个超越2米的宽度呢 可以同时让两个100x100的杖板 并排上货 所以载货量当然就多 而且又方便 再来第二个就是 它拥有重车规格的气压刹车 以往我们买5吨车呢 都要去改刹车 但是QT500大霸王 免改了合法又安全 重车级的气压刹车哦 能提供你更精准的刹车力道 那另外呢 在驾驶座方面前500名的早鸟也有减正型的座椅 让你驾车轻松又愉快 来不然拿一下浴巾啊 哎不要拍了 这洗澡呢 哦我跟各位讲 这台车厉害了 这台车就是双箱的Porter露营车 这台车可以说是露营界的小霸王啦 因为这台车哦 真的空间非常宽敞 搞不好比原装进口的California还有Mac Polo 还宽敞 还素席哦 等一下我带大家来看 那不久之前我们也刚访问完 Porter双箱的车主赖先生 他平常就是开着Porter 平常上工上班 那夏日的话 开这台车带家人去出游露营 我们现在看到这台呢 旺发号 它是属于承载式的车体 所以它在货台上呢 就是一个完整的露营车的车厢 不仅有浴室 有四人宽大舒适的床位 而且还有厨房 有住车冷气 所以可以说几乎把你家 整个缩小 让你搬到台湾的任何的角落 这个真的非常的棒 那这个车呢有几个特点 以空间来看的话 这个旺发号它的空间呢 是500乘以200乘以243公分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喔 就是它的外壳是采用FRP的材质 与一般的铝或者是金属打造来说的话 它的重量才850公斤 所以当然车除了省油之外 也会更好开喔 这个都是它非常大的特点 那另外我们可以再来看到 为什么旺发号要选择Porter 作为它的母车 它的载体呢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Porter是双箱 可以合法承载6人 以往我们的露营车呢 可以坐4个 但是里面实际上可以睡3个4个人 或者是你用货车去改成 适用小货车的露营车 那只能坐3个人 但是这么大的空间不就浪费了吗 所以Porter合法可以坐6个 然后6个人一起享用这个空间 多棒 所以这个是它非常大的特色 那我们来看它的床主 上面有一个床主 下面我现在坐的客厅 也可以变成一个床主 它的尺寸我PO在上面 让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宽敞舒适喔 那最重要的是它有浴室 出门在外就不怕没地方可以洗澡了 这个浴室不但做工非常细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它的地板还有里面用到的都是幼木 防腐游艇级的幼木 所以这个以后耐用性应该很好 质感也会非常棒 那说到质感和做工 我觉得汪发浩也非常棒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它室内所有的东西 都没有锐脚喔 所以小孩在里面也不怕割伤 然后看起来又很赏心悦目 墙壁也全部都是用这个猫爪布 什么叫猫爪布呢 就是如果你有养猫有养宠物 不会被抓坏啦 也很好清洗 所以这一点都设想非常的周到 讲到大家最想要知道的价钱 以Porter的双箱六人座来说 空车价是89万8 那如果在选配上面这个旺发号 标准的价格是75万8 所以其实大概170万 你就可以买到现场看到的这个车子了 当然有一些选配 比如说冷气 你是要用大清的 还是用日立的 还是要用价位稍微低点的 自己做选择 车上的锂垫 要用多大的锂垫 你可以自己做选择 马桶你要装哪一种 你可以自己做选择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标配 买车再加上面的露营设备 花你不到200万 是不是比一些进口的露营车划算多了呢 Porter会广受市场欢迎的原因呢 当然就是车种的多样化 无论你是要标准车型 豪华车型还是双箱车型 它都能够满足不一样的消费者的需求 那当然标准车型 它拥有同系车最长的 10.3尺的超长货台 那如果是豪华车型的话呢 它拥有家常型的舒适座舱 椅子可以调 无论休息或开车都非常的舒适 另外呢 柴油引擎除了省油可靠之外 它还同时供应 手排以及手自排的车型 尤其武术手自排车型 让老板娘都会开哦 这真的是太棒了 也难怪Porter可以获得台湾 3.5吨市场的销售冠军哦 现在呢我就来体验台湾福祉 以Hyundai Staria所打造的福祉车 台湾福祉的福祉车呢 它采用的是行动古具的第一品牌 Bronk Ability它的福祉 那这个福祉呢 它现在搭载在这台车上 是E-Series这个型号 它有几个特点哦 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主要结构 采用的是塑缸制的 所以可以有效的减重 同时在改善了电路 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的设计之后呢 它的耐用次数可以达到 3万2千次以上 所以可以说相当的耐用 我现在我就要来实际上体验看看 哦它的运作很平稳呢 这么多年当中呢 我访问过非常多的实际上的使用者哦 因为我们长辈呢 不喜欢出油的原因 大概都是乘坐福祉车的时候 有一些不好的体验 让它惧怕出门 那今天我的体验结果呢 我觉得这个以Staria来打造的福祉车呢 有几个非常大的特色哦 第一个它的基台哦 是采用双开式的设计 那另外呢 它的运作非常的平顺 噪音也很低 所以我们的长辈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呢 它不会感到任何惧怕的感觉 这个是最大的优点哦 那当然震动感也非常的低 而且呢 在我们实际上司机来说的话 司机也有手持式的遥控器 那遥控器放掉之后 它就会自动坐动停止 而且坐动停止的时候 非常的平顺 并不会有非常突兀的感觉 所以这都可以让在轮椅上面的人呢 感觉到非常的安心哦 那当然低平台和低门槛的设计呢 也能够让轮椅上下的时候 更加的轻松 安心感加倍哦 那安全挡板以及卡榫呢 则能够有效增加它的安全性哦 与其他同类型的产品相比呢 Piond Xteria 比其他车更适合作为福祉车的原因呢 无论你是一般的营业用车 或者是自用车哦 其实呢都非常的适合 那特别是它的乘坐舒适性 可以提供长者呢更好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更好的舒适性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的后轮采用的是 独立多连杆的悬吊 在行进这个崎岖路面的时候呢 能够有效的减低弹跳感 所以可以让我们乘坐在后面的这个朋友 或者是乘客感觉的更加舒适哦 那对于驾驶者来说的话 特别是长途包车的业者 Staria它拥有完整的Level 2的A-DOS 也就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能够大幅减低你长途开车的疲劳 同时保障你的安全性 那另外在这个福祉车方面 它七人座到九人座都能够改装 所以改装的幅度也非常的大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 以一般的车款来说的话 Staria内部的高度会是所有竞争品牌里面最高的 那相对于轮椅来说的话 也能够提供更宽敞的轮椅的空间哦 好以目前现场看到的这一台福祉车来说的话 如果以台湾福祉的报价 改装的费用是31万 那当然南洋实业除了跟台湾福祉之外 也有跟另外股康城生还有仲安三家厂商有进行合作 总共有四家厂商可以做选择哦 除了我们今天看到最新的福祉车之外哦 Pyong的Staria其实也是台湾市场上 目前卖的非常好的商品车哦 从去年5月上市以来哦 不到一年的时间 实际上的领台已经超过900台了 所以销售成绩非常的好 售价方面Staria的基本的价格只要155万.8起 在CP值方面呢更是相当的高哦 那当然动力方面 无论你选择哪一个车款 Staria都统一标配了2.2升的涡轮增加柴油引擎 那这一具引擎呢最大马力177匹 最大扭力呢则是高达43.8公斤米哦 那同时配备也是最新世代的配备 那像是双侧的感应式电动滑门啊 像是手机无线充电 也可以搭配无线的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啦 Auto后电子手刹车等等哦 它呈现了高质感高CP值 还有齐全的配备呢 你走在路上哦 真的特别的外形 你会忍不住多看一眼哦 熊蝶现代汽车哦 除了是台湾目前汽车市场成长率最快的品牌之一之外呢 它的母厂哦 熊蝶集团也是全世界前三大的汽车集团哦 同时呢 它在新能源车上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大家熟悉的电动车之外 在FCEV轻燃料车上 它的市占率更可以达到全球的54% 所以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厉害哦 从这种开始到现在已经历经了18个年头了哦 在这18个年头里面呢 培养了非常多忠实的车主 南洋实业本身除了是台湾历史最优秀的汽车经销商之外 它的据点也遍布台湾各地哦 所以保养体系呢非常的绵密哦 那商用车部分从2005年开始也陆续导入了 3.25吨到7.8吨 还有8人座的商女车等等哦 也是越来越齐全了 那相信南洋实业呢 后续在导入了Kiondei Commercial Vehicle之后呢 带来更齐全的产品 相信Kiondei的商用车在台湾呢 会更有发展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以上呢就是我在现代展区为大家的分享哦 那至于其他详细的资讯 我们也会另外一次影片 也欢迎大家锁定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